美参议员询问推特谷歌与中国公司分享数据,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沃娜华盛顿纽约时报,最近披露社交媒体巨头公司脸书与多家中国公司先有分享用户个人数据协议的报道,引发美国一些立法人员的担忧,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沃娜 6月7日,写信给推特和谷歌的母公司ElfAbet字母表询问是否与中国的移动设备制造商先有类似脸书的数据共享合作,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银行及金融委员会成员的沃娜,在信中表示,至少从2012年10月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发布广盛报道的报告,其中共与向华为 中兴这样的设备制造商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忧虑 那在信中询问字母表和推特两家公司是否与任何中国公司向华为 中兴,联想或小米,有类似脸书的用户个人数据,分享协议数据,是否存储到合作方服务器上 签署合作协议前如何审查对方的可靠性,如何监管合作方行为,以及在对方涉及用户数据上违反协定后,有什么法律行动等等据报道 字母表公司先前已宣布与华为、小米以及科技平台腾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谷歌周四在一份电邮中表示与全球几十家有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华为不会提供接触谷歌用户数据的特别许可协议中 包含隐私与用户数据,安全保护条款,本星期早些时候,来自麻塞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马基,要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传账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作证,询问与中国公司分享用户信息知识 他还和来自康涅迪克州的理查德布鲁姆塔尔参议员写信给扎克伯格,要求提供一些具体细节 请不吝点赞订阅